我們先來談的就是 非常受到震撼的 就是普丁發表了他的國情資文 其中就談到了 恢復核施暴的問題 這也非常非常的震撼 但是當然台灣媒體主要 我們的標題內容 都是延續西方媒體那邊過來的 那所以看俄羅斯自己的媒體 就發現他們有一些口徑上的不同 包括台灣媒體 幾乎都屏蔽掉了他的前提 就直接說普丁表示要恢復核事報 但事實上他是有個前提存在的 那這個前提其實普丁講的 算是蠻清楚 那另一頭就是 拜登的國情資文發表沒多久 又是普丁的國情資文 然後拜登又突然之間 從基輔冒了出來 所以在這個俄羅斯大戰 週年的前夕 真的是每一個雙方 都是戲魂上升很有戲 季老師你怎麼看待 雙方之間 不管是宣傳戰也好 不管實質上也好 您先講一下您的看法 我覺得就是說整個來講的話 大國之間看起來 尤其美俄 應該是叫 我們中有一個成語叫 戰鼓頻吹 雙方就是在打那個戰鼓 對然後整個我們在 我們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雖然可能大家都沒有 這個世界沒有辦法任何人 可以做旁觀者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感覺 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對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應該都是警訓 應該都是警訓 因為真正的這場戰爭 俄武戰爭 當然沒有錯 是俄軍跟烏軍在打 那麼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打 其實應該是說 俄羅斯跟美國在打 那只是美國比較賊一點 他找到一個代理人 穿著別的國家的軍服 其實在捍衛美國的利益 所以基本上如果 美國是希望這場戰爭 能夠打得長打得久 然後呢 絕不讓澤倫斯基 從這場戰爭中退卻的話 那這場戰爭就停不下來 因為對俄羅斯來講 他也有不得不戰的 實際的 怎麼講 也不是需求吧 實際的一個督促吧 對 所以介老師 一開始開宗民意告訴大家 戰鼓平摧 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 所以烏克蘭必須要撐下去 澤倫斯基必須要撐下去 所以大家看到畫面 右邊的畫面 拜登送暖 對不對 在週年前夕呢 他親自來到了基輔 事實上開戰沒多久 很多各國領袖都去了 當時就是拜登沒去 澤倫斯基還對拜登喊話 那當然美國有美國的節奏 現在這個節奏 對美國來講就是正確的 對不對 尤其是拜登又要選 對 這個美國現在 一個整個的感覺 我想大家普遍感覺 美國把國際事務 主要是用來國內消費用的 國內的政治在消費國際政治 那這個就蠻恐怖的 當然我們也說啦 就是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不過現在的這個全球化時代的話 你這個外交太不負責任的話 你老是拿國際事務來消費 然後為你服務你國內的政治目的 因為誰都知道你現在要選了 你的名望也不高 那你借出一場對外的戰 外部的戰爭 來顯示美國的國威 或者說顯示他的 這個外交上的成功 那這一方面的話 實在就是說沒有考慮到 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國家 還有其他別人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美國慢慢 可能剛好就變成他太自立了 那這場戰爭 拜登這種研法的話 就把他這場戰爭當作 已經當作是美國的戰爭了 已經忘記烏克蘭 這是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 中間的戰爭 那烏克蘭人我們就今天很 我們就很心平氣和來看 你覺得拜登跑去烏克蘭 看哲倫斯基整個的報導 我們有聽到哲倫斯基 有講一句話嗎 完全沒有哲倫斯基的聲音 這場戰爭要不要打哲倫斯基 而且我們不知道他態度是什麼 對 完全沒有哲倫斯基的聲音 因為拜登他帶了自己的 這個攝影官去嘛 所以我們看到他所有發布 在白宮發布的視頻啊 照片當中 甚至有一張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拜登在簽那個 這個貴賓啊 到了多少簽 然後哲倫斯基就是站著的 拜登是坐著的 遠遠的哲倫斯基是模糊的背景 拜登是一個前景很清楚 就感覺像你知道也是一個 說實話他應該才算是 是第一男主角 烏克蘭總統 烏克蘭是保守戰火肆虐 但那個照片當中 他就是一個小配角 男二號 拜登當然是男一號 所以真正的老闆到了 對 哲倫斯基只是在那邊 看管一下美國的利益吧 所以憲老師一開始就把 這個整個大背景 還有這一年下來的 大家越來越清楚 這個戰爭的核心這件事情 講得很清楚 所以接下來我馬上就丟出來 就是說大家最關心的 然後呢 然後會怎麼收場 那特別是在這個 普丁的國情諮詢之後 我們看到裡面點名 美國11次 點名北約10次 點名西方20幾次 但他隻字沒有提到拜登 那相對幾乎同一個時間點 拜登也發布了一場 在800英里之外 也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演說 那被美國媒體形容 美英媒體形容是 對決式的演說 那拜登倒是10次談到普丁 當然都是批判的內容 一個罵了10次 一個是隻字不提 當然他講美國講很多次 但是沒有講到拜登的名字 你覺得意味著什麼 我覺得就是說 普丁還是比較怎麼講呢 我覺得他把國家 放在個人的前面 也就是說他這是 兩個國家之間的 利益的衝突 那美國有美國的國家利益 那麼俄羅斯有俄羅斯的國家利益 那今天普丁他認為 他捍衛的是俄羅斯 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利益 他甚至他說 我為什麼要去 烏克蘭打這個戰爭 就是要保障在烏克蘭的 我們的俄羅斯的同胞 免於授予納粹政權的 這樣子的欺凌 也就是說在頓巴斯地區 大部分都是俄語的人口 那麼在過去在這個歷史上 也是俄羅斯領土 然後是蘇聯時期把它 劃給烏克蘭的 就跟克里米亞一樣 克里米亞也是蘇聯時期 本來是俄羅斯領土 劃給了烏克蘭 所以可是烏克蘭獨立以後 對他境內的 俄羅斯講俄羅斯為母語的 這些烏克蘭的公民 事實上是迫害的 對 杰老師講這點 非常非常的重要 事實上在這個開打之後 我們的節目也梳理了這一段 而且在這個 普京的國情諮問裡面 也在清楚的描述到這一段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大家目前 當然特別關注的 還是西方媒體 包括臺灣媒體大篇幅報導的 就是恢復核事報這個部分 你怎麼看待 那在這個進入週年之後 這場戰爭最後會以一場 核戰作為收尾嗎 我覺得有可能性 那俄羅斯事實上 它的殺手艦 看起來目前傳統武器 它是比較落後的 對 傳統武器在戰場上 它事實上 不管戰場上面的 這些情報精準打擊 還有各方面 在地面的這種 不管是坦克或者是裝甲的 還有就是說這種火箭 彈炮 沒有占到便宜 它自己也受了很大的傷亡 那這是因為不是烏克蘭很強 而是西方的這些先進的 地面作戰的武器 源源不斷的開到物理 我聽講 在國經自文 他說烏克蘭到此刻為止 已經獲得來自西方 1500億美元的軍援 對 這個可能它 我覺得我算了一下 我覺得它把這些 軍援一起算進去 對 因為最近美國方面的資料 它是說純軍事援助 美國是190億 然後第二大是英國有 大概27億 28億美元 那這個算法各有各算法 普丁講大概1500億 因為還有很多經濟的援助 還有糧食的援助 各方面 因為現在烏克蘭整個經濟的運轉 已經停頓了 對 它這個經濟非常的糟糕 所以當時好像我記得 那個時候開戰沒有多久 哲倫斯基跟西方鑰匙 一個月要60億美金 對 一個月要60億美金 所以那個時候就要 光這個生活費60億 就720億美元 那如果再加上這些武器的話 算起來可能也有1500億左右 對 源源不絕 到此刻為止還是 所以拜登這次去基輔 又帶了5億美元的一個軍援 其中伴手禮 包括了過去沒有提供援助的 長城飛彈等等 所以各方面的軍援 還源源不斷的送往烏克蘭 我記得戰爭開打 沒有多久 介大使介老師就跟大家分析了 一個最可怕的一個狀況 就是什麼時候 可能會有核戰爆發呢 就是在俄羅斯確定 這個戰場上不利的一個情況 那現在是不是就有這種意味 現在是有這種狀況 因為俄羅斯本身的 這個國內的鷹派 現在並不是很滿意 所以雖然普丁 在這個俄武戰爭以後 他全國性的聲望 事實上從70%到8 現在我看的數據是80% 他的聲望上升了10% 可見他的人民支持他這種戰爭 支持他打勝仗 問題就是說他一直 如果說沒有拜登 在這場上 取得決定性的勝局的話 那麼鷹派會感覺不滿 尤其拜登到基輔 是不是又刺激了鷹派 對 鷹派這一次的 鷹派的網站 有一個軍方為背景的 俄羅斯的鷹派的一個 一個也可以說是 YouTuber的一個團體 他們就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蠻有指涉性 他說我們希望到基輔的 應該是我們普丁啊 怎麼讓拜登去了基輔 很受刺激 所以這一些鷹派的話 如果民族 當然就是民族主義分子 如果再繼續抬頭的話 我覺得普丁在國內的壓力 所以這場戰爭 是不是俄羅斯 還可能再拖一年 願不願意拖一年 而且烏克蘭願不願意 再拖一年 這個都是很大的問題 那現在俄羅斯 已經很間接的表明說 你不能攻擊我本土 那麼有人在預測說 如果說克里米亞 遭受打擊的話 被攻擊的話 那就可能就不能避免 俄羅斯使用戰術性 核資武器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這個戰爭 就是怕升高 那升高的話就是說 美國是嚴格控制 烏克蘭今天的攻擊武器的能量 也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有飛彈的話 那你現在要能夠打到 打到俄羅斯境內的話 那要依靠西方的武器 還有這個導航系統 那俄羅斯上一次 我看他有一個報導 他說上一次攻擊俄羅斯 所謂核導彈基地的空軍基地 有核子 這個有一個空軍基地 俄羅斯境內 被烏克蘭的無人機 給攻擊了 那俄羅斯方面說 這個無人機本身過去的性能 他們不具備這樣子的攻擊能力 然後就是西方幫他把那個 老舊的無人機 把他的功能提升 那他們已經覺得 西方已經做過頭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就是說 因為天氣好了就要 該打大會戰了吧 那現在我就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烏克蘭打出了烏克蘭 打到俄羅斯本土的話 這個戰爭一定升級 那升級的方式一定是 俄羅斯會採取 比較更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 所以就回到 普丁的國情諮問 恢復核事報 震撼全球其實他有一些前提 我們來看這前提是什麼 他說俄羅斯掌握了情報 就是美國考慮進行核武器的試驗 所以如果美國進行核武器的試驗 那俄羅斯會進行 對等的一些做法 但是他也強調 在俄羅斯不會搶先 不會搶先進行 所以這個前提是很重要 但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我們看到西方媒體也好 乃至於臺灣媒體也好 幾乎把這個前提都屏蔽掉了 直接寫後面這個答案 然後另外呢 普丁也點名很具體 俄羅斯的國防部 還有俄羅斯的原子能集團 必須要做好合適的準備 也就是說呢 這個具體的做法 也已經下放下去了 那另外還有宣布 這個暫停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但普丁說他是被迫宣布的 對 被迫宣布 你怎麼看 這個暫停 這裡面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這個新線武條約 是美蘇兩國簽的 那麼它是叫SALT2 它是長一輪一輪的談的 從冷戰時期談的 那麼對於美蘇兩國 美俄兩國在核子武器 不管在數量上 在功能上及相互的查核上面 維持了一個很重要的平衡點 就雙方靠這個互信 比如說你的現在部署的武器 1800顆彈頭 你這邊是1800顆 然後呢還有個查核功能 雙方要派相互的專家去查核 對方有沒有違規 那這個就是它這個條約 因為它除了有數量的限制 另外它還有動態的相互在查核 那還有就是說 大家要停止新核子武器的 發展跟釋爆 釋爆 尤其是釋爆 因為這個核子釋爆 已經停了很多年了 因為現在很多核釋爆 可以用模擬的方式 用電子模擬 用來進行 不需要實際的核釋爆 因為美國以前在核釋爆 它都在南太平洋 在帛琉 在那些地方 把人家的土地炸得一塌糊塗 都是在那邊核釋 大概差不多80年代就全停了 全停了 因為有這些條約 相互說你停 我也停 大家就停了 那現在這個所謂的暫停以後 就這些條約規範就沒有了 那數量上就沒有什麼限制 那它就增加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查核的機制也沒有了 那其實這個等於說是 相互的鬆綁 這個其實很多 我看很多專家認為 都七七以為不可 而且呢 非常擔憂 非常擔憂 那可是我覺得 普丁這個說法 基本上 我覺得就是說 已經算是他認為 是他節制 中國節制 第一個 他是所謂的暫停 他沒有廢止 沒有退出嘛 沒有退出 暫停 第二個呢 他說如果美國開始 適行發展新的核武 我就我也要適行 我也要適暴 或者這一類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普丁是一層一層的 把他的這些 把他的作為跟他的警告 一層一層往上走 對 但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 跟核有關的訊息 都在一起 包括我們看到 這個挪威情報局不是講嗎 說俄羅斯已經開始 下放他的核武器 到前線作戰部隊 包括俄羅斯的北方艦隊 等等之類的 那這是三十年來的首次 過去三十年來絕無僅有 所以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訊息 那另外一個當然還是 就是我們看到 俄羅斯他也公佈了 這個核打擊名單 對不對 六個國家 這六個國家 還有順序的是不是 我最討厭哪一個 放最前面 不看順序是什麼呢 第一名 英國 恭喜 第二名 波蘭 第三名 德國 第四名 法國 第五名 美國 第六名 日本 亞洲國家有一個上榜 就是日本 所以這些都跟核有關 都跟俄羅斯有關 在烏克蘭戰爭 一周年前系 這些訊息都在一起 就讓大家心驚肉跳 你怎麼看在核打擊名單 我們這個辣碗報 也做了這一題 流量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顯然是非常的擔心 你怎麼看的 其實大概就是仇恨值吧 仇恨值米丹排行榜 從俄羅斯角度看 仇恨值最高的 對 俄羅斯敵人排行榜 敵人排行榜 這是美國才排名第五 對 因為這裡面就是說 我為美國暴趨 美國就說變小咖了 變小咖了 不過這裡面 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集團 曾經放過一句話說 如果克里米亞遭到攻擊的話 那麼俄羅斯應該把倫敦炸平 點名倫敦 他沒有點名華盛頓 他點名是倫敦 因為這裡面 因為英國在俄乌戰爭以後 他國力雖不強 可是他拱火跟實際提供 烏克蘭各種援助的力道 是最強的 講話是最反俄的 所以他放到第一名 也是等於說是 應該是不冤枉啦 因為俄羅斯人也注意到 你英國為什麼會這麼強烈 對不對 你完全沒有像 德法基本上還要出來 斡旋的那種 最初開始的那種姿態 完全沒有 就是一路完全譴責俄羅斯 然後協助烏克蘭 那麼而且英國是大概最早 要提供烏克蘭飛彈的一個國家 那麼很多烏克蘭的這些部隊 那麼都在英國受訓 那麼現在回到戰場 所以就是說對這個英國 我想就是說表現得太突出了 就是俄羅斯戰中把握戰場 俄羅斯就把它放低 波蘭也是類似的情況 所以我想這是仇恨值 這是民間的仇恨值這樣子排 你看網友都在講 第一名不是應該是美國嗎 對 不過這裡面有點現實面 就是說 柿子還是先撿軟的吃 一開始就把美國放第一的話 壓力太大 壓力太大了 對 Goog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